紅燒的歌聲響策整個藍陽博物館 吸引人潮圍觀 宜蘭馬嘎巴亥文化藝術團 收邀出席藍陽四季音樂節 東洋圓音季演出 帶來從阿美族傳說到農耕豐收歌 以及族群自我認同的戲劇展演 嘹亮高亢的歌聲 加上整期畫一的舞步 不少青年小朋友 就透過餐飲演出的機會 學習到自己的語言文化 藝安比較多泰雅族 所以就是跟著這些老人家一起 在這裡落地身份 就可以學到比較多 我們比較多傳統的歌曲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會聽到不懂的詞或是什麼 我們會自己主動去問一些 老師 老人家 長輩 因為我從很小就已經開始學這些文化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一起 馬嘎巴亥文化藝術團曾經15年 由來自華東地區早期移居在宜蘭的阿美族人組成 從早期的母語班開始 慢慢凝聚族人 組成表演藝術團 就是希望離開原鄉後 也能夠在異鄉傳承文化 我們擬聚了一些同好一起來練舞的時候就要求 一定要帶自己的小孩子來練舞 讓他們在從小就有一個這樣的環境 都可以聽到自己的歌聲 然後聽到我們的語言 適逢格馬蘭族覆名運動30年 今年東洋圓音祭以家作為側演概念 透過部落記憶舞蹈 歌謠音唱 來表現對於宜蘭 蘭陽新故鄉的認同 宜蘭新聞 西蘭拉雜勞 一蘭投誠 採訪報導